抗击疫情 辽宁在行动 各市委 市人民政府 省府新区管委会 省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省中职各单位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履职尽责 全力防控 我省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 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突出重点统筹兼固 分类指导分区施策的要求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 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 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 落实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依法科学有序 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 结合辽宁实际 经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 全省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 统筹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社会秩序 下达命令如下 1.科学研判精准施策 以现域为单位实施差异化防控 全省根据疫情精准施策 制定差异化的现域防控和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的措施 科学研判风险依法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的级别 以现实区为单位 依据人口发病情况综合研判 科学划分疫情风险等级 明确分级分类的防控策略 确保交通运输畅通 推动有序复工复产 压实属地管理责任 化小管控单元 辖区内的城乡社区 机关 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和个人 均应按要求落实相关防控措施 2.分区分级精准防控 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依据现行法律法规 基于对新冠肺炎疾病认识的深化 疫情波及范围和严重程度 以及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等 以县市区为单位 全省划分为低风险 中风险 高风险地区 对不同地区采取针对性策略和措施 低风险地区实施外防输入策略 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要综合运用大数据等手段 对疫情严重地区 以及高风险地区流入人员 加强跟踪管理 开展健康监测和服务 2.要加强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病例监测 发现 报告 城乡社区 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 要落实相关防控措施 同时做好环境卫生整治 防病知识普及等工作 3.要保证交通运输 城乡公共交通正常运转 不得封路 封村 封社区 封市场 确保人员正常出行和生产生活物资 正常流通 4.要全面复工复产 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用工 原材料 资金 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企业要做好通风 消毒 体温检测等 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 指导员工做好个人防护 5.要取消不合理限制 不得对企业复工复产设置条件 不得采取审批 备案等方式 延缓开工时间 中风险地区 实施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策略 尽快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要在采取低风险地区各项措施的基础上 做好医务人员 医疗床备 医疗物资 隔离场所等方面的准备 对病例密切接触者进行全面排查和隔离医学观察 对于确诊病例 要以病例发现 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分析为线索 根据其生产生活接触的空间和人员范围 合理确定防控管理的场所和人员 2.要在对疫情相关场所和人员 采取必要防控措施的同时 保证交通运输 城乡公共交通正常运转 确保人员正常出行和生产生活物资正常流通 3.要根据疫情防控实际 合理安排复工复产 组织员工有序返港 做到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复产同步进行 4.要落实企业疫情防控责任 做好通风 消毒 体温检测等防控工作 为员工配备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 采取分区作业 分散就餐等方式 有效减少人员聚集 5.要统筹加强区域内医疗物资的生产 调配 储备 高风险地区实施内防扩散 外防输出 严格管控策略 根据疫情态势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加强领导精准操作 做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各项工作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将动态调整 全省低风险 中风险 高风险县市区名单 落实分区分级管控要求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动态开展分析研判 在病例数保持稳定下降 疫情扩散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后 即使分地区降低应急响应级别 或终止应急响应 各地各级要按照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 精准失策的方针 坚持依法防控 落实四早四级中 做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 加强相关措施和工作的衔接 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维护社会稳定 要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畅通人流 物流 接续产业链 供应链 资金链 尽可能减少对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影响 要确保交通运输网络畅通 保障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 防护物资供给 维护客流物流运行秩序 省卫生健康委 省工业和信息华厅 省民政厅等有关部门 要加强指导和督促 根据疫情变化状况 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措施 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0年2月19日 下面马上来给大家通报 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 又是鼓舞人心的好消息 辽宁连续三天 沈阳连续八天 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有点按捺不住心情了 我们具体来给大家通报一下最新情况 好嘞 2020年2月19号 零时至24时 辽宁省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三例治愈出院病例 其中丹东市一例 葫芦岛市两例 全省累计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21例 治愈出院是58例 死亡1例 现有62名确诊患者在院治疗 其中有60名在沈阳大连锦州 三个省集中救治中心治疗 沈阳中心36人 大连中心12人 锦州中心12人 其余两人分别在朝阳市 葫芦岛市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在62名在治患者当中 重型病例4例 微重型病例是2例 全省121例确诊病例当中 沈阳市28例 大连市19例 安山市4例 本西市3例 丹东市7例 锦州市12例 盈口市1例 复芯市8例 辽阳市3例 铁岭市7例 朝阳市6例 盘锦市11例 葫芦岛市12例 目前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2716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2328人 现有38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 这也是辽宁连续3天无新增病例 沈阳连续8天无新增病例 是啊 但是有好消息 咱也不能松懈 抗击疫情 我们继续努力 辽宁没有新增病例 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好了 下面我们马上直通武汉 辽宁援助武汉医疗队的队员们 也正在全力为抗击疫情 做着努力 咱们的记者也在随队采访当中 体会到了很多感人的瞬间和温暖 这一刻前方记者团队 就正在雷神山医院进行采访 今天他们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消息呢 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来连线记者宋雨宁 宋雨宁你好 信号怎么样 可不可以连线 宋雨宁 主持人你好 我这边信号非常的好 在这里首先要感谢一下我们中国移动 为我们这次5G连线提供的这个技术支持 我们这两天的这几次连线 采用的都是由中国移动提供的这个5G移动设备 那目前我所在的 我今天所在的位置是雷神山医院的 我们医生办公区的大连医疗队的办公室 那大家可能通过我们之前这几天的报道采访 也可能了解到我们雷神山医院区 这整个区域面积是非常大 我们辽宁医疗队的17个病区 也是分布在A区 B区 这个C区三个非常大的面积 所以说每个病区之间的沟通 病区和这个医生办公室之间的沟通 目前也是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一套这种实时的音视频那种交互系统的建立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就是从昨天开始 那这样的一套系统 正在我们辽宁医疗队的17个病区 开始逐步的建立起来 那这个就要非常感谢 来自我们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 杨延宗教授 那杨教授不但是我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 而且呢目前他在这个医院的信息系统建设方面 也是有非常深的造语 杨教授那目前我们这套系统这个建设的推进工作 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目前我们根据这个院方的解释 我们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做的调研 澄清了方案 还好利用昨天和前天两天时间 把辽宁这个所公管的病区的 这些演员平台搭订工作已经完成了 今天就开始推训和多数使用 那么根据院方今天早上我们接到的命令 我们要需要我们在一周之内 把整个雷春三院期完全布设这一套系统 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调兵遣将 准备物资 争取按照我们的这个需求 在一周之内完成整个的信息化系统的建设 这个原音视频的信息化系统 那这套系统建设起来的时候 对于我们整个雷春三院区的工作 能发挥一个什么关键作用 我想目前现在针对性的最重要一个作用 就是我们现在医疗一线的 隔离区内外的信息的互通共享 目前我们这个模式是用手机的微信 来传的医疗图片 用这个对讲机的发语音 并且里面采访病人 那个采集病史外面进行写病例 都是靠近对讲机 有些病人的资料 也需要微信图片上传 所以效率比较低 并且质量也不能完全满足要求 那我们这套系统上了以后 就能保证我们隔离区内和隔离区外 医护人员的沟通是顺畅的 24小时非常顺畅 声音都是联系的 图像也可以随时通过这系统上传 这样就完成了这种互通的 这种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工作 这样一个状态 第二个就是上了以后 可以这个整个医院的病区之间可以进行公众交流 包括医院的整个医院里面的一些管理 也可以用这套系统 比如一些会议啊 一些培训啊 一些这种修饰交流啊 等等 包括这整个病区的监控啊 都可以通过一套系统完成 可以大大提高的工作效力 好的好的 谢谢您 谢谢杨教授 好的主持人 那刚才向杨教授介绍一下 在这套系统呢 目前在我们辽宁医疗队的17个病区啊 在试点成功之后呢 下一步将在整个雷神山院区呢 全面的铺开 甚至可能在武汉市更大的范围内有一个应用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在雷神山院区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好 谢谢宋宇宁的介绍 也希望池原湖北的医护人员们都能感到到来自家乡的牵挂和祝福 是啊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身为共和国长子 辽宁对口支援湖北襄阳 直达雷神山一线近2000人的医疗队伍 承载着4359万家乡人的期盼和关心 是 这种期盼很多 他们吃的怎么样 休息的是否很好 一线的日常是什么样的 通过直播连线呢 直观的呈现在观众面前了 这其中也包括了医疗队员们的家属 没错 所以呢 在这儿我们也要特别的感谢辽宁移动的5G视频回传 让我们用手机直播疫情成为了现实 也能够让我们更加的直观的了解到抗疫最前沿 是 可能有的小伙伴会好奇了 这个5G视频回传是什么呢 这仅仅是一个小设备那么容易吗 当然不是了 我们跟大伙解释一下 这是辽宁移动得知我台 紧急派出新闻报道团队要在雷神山进行现场播报疫情之后 立即抓紧组织多方协调的结果 克服了武汉疫情地区的种种困难 跨省沟通协调到了核妖包产品 5G的CPE 四套号卡等专业设备 一天之内啊 直播所需要的物料就全部送到战役前方的报道组手里 然后再利用武汉沈阳两地中国移动5G信号实现直播 确实是很给力哈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迎难而上直播疫情 辽宁移动公司应急服务提供保障 5G视频直播真的让4359万家乡人的关心变成了安心 明天呢我们将继续把这个移动5G的这个直播连线呢 呃继续把前方的情况呢最快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直通武汉来看前方记者待会的报道 与疫情开战迟远武汉的辽宁医务工作者带着东北人的豪爽 与这个猛劲啊拼尽了全力感动了武汉人民 是根据我们前方的记者讲述呢 感谢是医务工作者听到最多的两个字 而有成千上万的感谢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不是啊我们没有什么文化 这只能表达我们一点点心意 哎呀谢谢谢谢 表达一点心意 好多好多心有话没办法用这个笔写下来 文化太差了 这是表示我们的心意 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远远不够 这是我们在武汉的前方记者陈平 今天上午传给我们的小视频 视频呢是拍摄于武汉雷神山医院的病房里面 面对感谢到无法用言语的患者 护士长呢也是深受感动和鼓舞 他说别客气 我们一定会一起努力战胜这个难关 谢谢 除了来自患者的感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医疗队 红山体育馆方舱医院的院长梁锦军 也有很多感谢要说给我们来听 感谢辽宁医疗队 以及辽宁省人民对湖北疫情的支持 奉献和带来保护的经验 在疫情结束之后 希望辽宁的朋友来湖北做客 来武汉做客 感谢你们 谢谢 这个红山体育馆是我们武汉的第一家方舱医院 是吗 对 也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家方舱医院 用于收治这么大规模的感染性疾病的一个特例 所以特别感谢辽宁队给我们带来这么先进的队伍 高超的医疗技术 以及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再次感谢你们 谢谢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梁景君还对辽宁人发出了暖心的邀请 原话是 我们都希望在辽宁兄弟的帮助下 以及全国各地战友的支持下 能够早日结束这场疫情 然后可以到武汉走一走 可以到武汉大学看一看 到长江大桥上面走一走 采访之余 记者还在办公区呢 发现了一箱箱的成人纸尿库 这些都是抗疫一线医护人员 每天进舱的必备品 是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也跟大伙说过 这个有关纸尿库的细节 尽管如此辛苦和不易 但是白衣战士们对病患的承诺 只有一个拼尽全力不负所托 是啊 一直关注我台北的融媒APP的观众 一定对来自辽宁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 一位叫裁权的医生不是陌生的 没错 裁权医生呢 他从出征那天起 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方舱故事 昨天前方记者在武汉方舱医院呢 找到了裁权走进了裁医生的真实故事 就有三万六千个观众在看 然后现在基本上能保持 在线观看的病友的人数达到一万六 平均每天两场 对早八点和晚八点 一次多少时间 一次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根据患者的体温量 与初征时相比 裁权剃短的头发已经长长了 他现在的工作 与初来时日记里提到的有了不小变化 因为每天要直播 他已经变身方舱医院里的网络红人 他就会关心 我什么时候能排上核酸检查 我什么时候能做地压 那么我们就会给他耐心的解释 我们这270个患者 我们是要一种怎样的顺序 去来安排大家 这么多青春患者 我们在这么密集的空间 他们本身 他们需要的是信息的透明化 所谓不知才会恐惧 和患者通过网络直播 进行面对面的答疑 而且患者他会感觉到 医生对他们一种广覆盖的 全面的关怀 设在红杉体育馆里的武昌方舱医院 设计床位800张 地下二层的B区300张床位 由辽宁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负责 刚接手时 22名医护人员 要面对近300名患者 有效管理是最大的难题 现在通过对流程的智能化再造 大家工作压力减轻了很多 感染的风险也减少了很多 院感护理医疗的 这个流程的管理和梳理过程中 我们也是避免了很多的弊端 也是这个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目前来讲整个病房的运转是非常有效 有序 并且是及时的 武昌方舱是作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家方舱 所以说我们辽宁队给我们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包括我们医疗的一些流程 病人管理的流程 包括我们病友的相互帮助的流程 还有我们病院的一些心理的疏导功能 它都发挥了一个很好的代付作用 财犬所在的这支医疗队 医护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6岁 大家不断用创新的办法解决救治难题 也想尽办法制造快乐 网络里爆红的方舱医院广场股 健身操也已经成了这里的日常 他们都是充满激情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那么这么一群小太阳 相信在这里会用他们的光明和他们的光芒 去照亮我们地下二层的所有患者的心灵 让他们感受到战胜这种疾病的信息 目前武汉市已经对全市的居民进行了集中摸底式的排查 这也将对方舱医院的收治能力提出一个更加严峻的考验 那相信在下一步的工作中 由我们辽宁救援队提出的这种流程化智能化的管理模式 将在抗疫的第一线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这是本台记者从湖北武汉发挥的报道 当时有个比喻说他们都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我觉得这个比喻太恰当了 是啊就是这么一群小太阳在照着方舱医院的每一个角落 温暖着每位患者的心 是啊好了说听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北襄阳 直通襄阳 在我们辽宁省对口支援的襄阳强方医护人员 征分夺秒 在患者和疑似患者当中还有不少儿童 就在昨天辽宁医疗队儿科团队就接手了64名 儿科新冠肺炎的疑似患者 我们一块去看看吧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襄阳市中心医院 东京医院区的发热病房住院楼里面 在这里面有六个病区 共96个儿科新冠肺炎的疑似患者 他们中最小的只有六个月 那么由于儿科疑似患者的这种特殊性 我们省也是专门整合了优质的儿科资源 今天医护人员正式进驻这里 接管其中的四个病区 这次进驻襄阳市中心医院的儿科团队 共有19名成员 其中10名医生 9名护士 分为两组 分别接管两个病区 这样不仅能够对疑似儿科患者进行系统治疗 也能让当地的医生得到很好的休息 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共事件 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事情 救治这样的患者是所有人义不容辞的 也是体会到我们自己儿科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就派了这么一支儿科团队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当地需要 目前 襄阳市中心医院的儿科疑似患者 重症情况偏少 主要面对的挑战是怎样进行情绪疏导 单独的一个空间 空间感会造成家属和孩子的这种恐惧和焦虑 所以我们每天交接班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孩子和家属的焦虑的一个情绪 然后给予相近的一个疏导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一个温馨的话语和一个表情 包括一个很好的一个手势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支持 本台记者襄阳报道 照顾这些小患者就更加的不容易了 因为需要更多的耐心细心 我们的医护人员辛苦了 但是看到这些小朋友们都能够健康的回家 我想这就是对医护人员最好的安慰了 直通襄阳 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 记者讲述的身边故事 今天我们的记者王子娇要讲述的故事 就发生在今天早晨 故事的主人公是三个来自沈阳的小伙子 他们怎么去襄阳了呢 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好我们马上来听记者王子娇的讲述 就是在今天上午七点多 襄阳来了三个沈阳的小伙子 他们开着两辆救护车 而且两辆救护车里满载着这种 补充营养的物资 还有几台呼吸机 他们是要把这两台救护车 以及车上的所有物资都捐给 襄阳当地的慈善总会 那么这三个小伙子一路 二十个小时三个人轮流开两辆车 从沈阳到达了襄阳 一路上就吃一些面包 火腿肠 还有带了一些提神的饮料 几个人就一看都是满眼布满了 红血丝 他们几个都说 在路上虽然很疲惫 因为他们的车的座椅靠背 是没有办法往后搬的 所以他们几个休息的时候 也只能是坐着休息 但是他们为了一个目标 就是赶紧到襄阳 不管这个路上有多苦多累 令我最感动的有两个细节 一个是他们把车开过来之后 实际他们是没有交通工具回去的 需要当地开证明 可能要绕到河南 然后再返回沈阳 我们可以想到 像他这种有湖北接触史的人 在往回走的过程中 会多么的辛苦 但是他们自己说 从来没想过怎么回去 反正肯定有办法 把物资运到了 走也要走回去 然后第二个细节 就是其中有一个小伙子 就是我们照片中看到的这位 他直接就问当地慈善总会的人说 你们这缺不缺人 甚至缺不缺救护车司机 我可以留下来当志愿者 帮你们 哪缺人我就去哪 其实他们这个物资 越来得非常及时 因为这个救护车 在到达之后 马上就是分给了 一个是120急救中心 另一个就是一个医院 直接就开走了 对于他们来说 这台车可能马上 就会起到转运病人的这个作用 真的是很暖心 什么叫齐心协力 什么叫做众志成城 三个小伙子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众志成城 战疫情 齐心协力 课时间 湖北加油 中国加油 抗击疫情 辽宁在行动 马上来关注 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 2月19号 零点到24点 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394例 新增死亡病例114例 湖北108例 河北上海 福建 山东 云南 陕西 各一例 新增疑似病例1277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779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5318人 重症病例减少113例 截至2月19号24点 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现有确诊病例56303例 其中重症病例11864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6155例 累计死亡病例2118例 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74576例 江西河南云南省各核检一例 现有疑似病例4922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589163人 上载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26363人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99例 香港特别行政区65例 出院5例 死亡2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10例 出院6例 台湾地区24例 出院2例 死亡1例 2020年2月19号 0至24时 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9例 新增病亡108例 新增出院1209例 截至2020年2月19号24点 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例62031例 全省累计治愈出院10337例 目前仍在院治疗43745例 其中重症9128例 微重症2050例 均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 现有疑似病例3456人 当日新增880人 当日排除872人 其中隔离3334人 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214093人 尚在接受医学观察65525人 2月19号0至24时 全国除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45例 连续第16天呈下降态势 好 说天下我们接着来说新闻 关注了权威发布 下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权威解读 自从疫情发生以来 估计大伙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打开手机 看一看前一天的新增病例 治愈出院和病死数 这些数字是无时无刻的 不再牵动着我们的心 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手机看一看 最近两周多以来 这些数字也在发生着变化 全国除去湖北之外 新增确诊病例 已经连续15天下降 变成了两位数 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 咱们辽宁也已经连续 三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了 是 好消息接连不断 这14天来 武汉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昨天晚上央视播出的 新闻一加一节目当中 白岩松时隔14天 再次连线了 一直在武汉前线的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专家王陈院士 针对武汉的疫情 王陈院士专门给咱们的 疑惑进行了解答 比如说两周过去了 武汉到底有多少病人 床位现在够不够 治疗上有没有新的突破 当然了 对最近一段时间 各位最关心的各种问题 特别是许多 曾经引发热议的情况 王陈院士都给出了 清晰的回答 比如说前段时间 引发热议的 方舱医院里边 病人挑广场舞 和演小品的视频 不少人就觉得 可以放松心情 保持乐观 但是也有人担心 这种方式 会不会对病人产生负担呢 是啊 还有咱们最害怕的 气溶胶传播 新冠病毒到底能不能 通过气溶胶来传播 限定条件是什么 又该怎么预防呢 咱们一块儿去来 倾听王陈院士的说法 而在方舱医院的病人 由于是轻症病人 这个病本身的特点 就是大部分 百分之八十几 都是轻症病人 这个病的轻症病人 它不是很重 而它从体力上 从心态上 它都是一个 能够进行一种交往 和社会活动的一样过程 所以在这样的病人的 在对这样的病人的对象 在方舱医院里面 组织一些 组织一些人文的活动 对于舒缓病人的紧张情绪 提高他的 整个的生活的状态和质量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对病情也非常有帮助 实际上呢 气溶胶是要一定的空间之内 和一定的纪律内传播的 所以通风至关重要 和人和人之间 不要太密集 保持人的距离至关重要 通风呢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甚至风向 上下风口也有关系 现在呢 武汉的疫情也有所缓解 全国新增病例也在下降 我们在高兴的同时呢 其实也有不少的担心 比如说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 会跟17年前的SARS病毒一样 也是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吗 还是将来会跟我们长期共存 就像其他的慢性疾病一样 而且现在全国的治愈人数 还在上涨 病人痊愈以后 真的能彻底好利索吗 损伤的肺部恢复以后 能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吗 因为SARS是一个传播性和致病性 都很强的这样的疾病 它的这样病原的病毒 也是这样一个特点 对于这样兼具的很强的传播性 和很强的致病性的病毒 它是不容易从和在人间 持续传播的 要么把这个宿主刷死了 它由此它也就是 它也就生存不在了 而像这个病呢 我们说就是一个 有可能转成慢性的 在像流感一样 长期在人间存在的病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对此呢 我们要做好准备 新冠肺炎病人 尤其是重症和危重病人 痊愈之后 它的肺功能会受影响吗 损伤的组织 能完全恢复功能吗 我们有限的观察提示 它能够相当的成长 或者完全的恢复 当然有待更进一步的 更长期的追访和观察 大家呢 我想在这点不必过于担心 权威解读在这个时候 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也非常给力 这个时候给大伙吃了一颗定心丸 所以呢 各位也不用过于担心 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和治疗方法 不断加深呢 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好消息 好嘞 好了 说点下 接下来呢 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 关注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 截至2月17号 日本确诊新冠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总数超过500人 其中呢 大部分为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乘客 日本厚生劳动省19号表示 停靠在横滨的钻石公主号 当天新增感染者79人 目前共有621名乘客和船员 被确诊感染 此外 首批约500名确诊未被感染的乘客 已19号下船 其中包括53名中国乘客 讨论疫情对策等问题的专家组认为呢 日本国内疫情处于早期阶段 可以预计将进一步发展 大家也关心一个问题 就是面对这一情况 日本民众是怎样的态度 记者17号在东京乘坐地铁的时候发现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 东京街头戴口罩的行人也越来越多 偶尔呢还会看到排长队买口罩的场景 日本媒体近日报道了出租车司机确诊的案例 也引起了一些民众的关注 如今呢在平时打车难的地段 出租车空车也多起来 也有司机呢戴上了口罩 在餐馆药庄店等场所 几乎所有的服务和工作人员都戴上了口罩 记者在东京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日本民众 那他们对于疫情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一块来听一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基本的遊びに行くじゃなくて目的が合って遊びに行くとか そういう感じで数は使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イメージ マスクを買ってでも買いすぎないように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出てるので 必要な分だけ買って マスクと手洗い手袋もね今取ったんだけど 手洗いも手首までまた20分の流水をするっていうのも心が出ております やっぱりアルコール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早前也表示 食材时刻在变化 他要求大幅加强检测和筛查体系 全力擴充和强化治療和諮詢体系 如今接收患者的医療機構 从目前的726家增加到800家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应日本厚生劳动省请求 位于愛知县的藤田医科大学刚旗医療中心 已将原定4月開業的拥有400个床位的医院 用于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 他们还发布指導意見 要求发烧37.5摄氏度以上 持续超过4天 或感到非常乏力和呼吸困难的患者 及时向当地保健所咨询 同时呼吁民众 若出现发烧等症状 停止上班或上学 避免外出并每天记录体温 厚生劳动省也放宽了人们接受检测的条件 即使没有去过疫情较严重的地区 没有相关接触史 只要是怀疑被感染也可以接受病毒检测 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等机构 一天最多可以处理3000个以上的检测样本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19号 也就是昨天 钻石公主号船上500多名 结束隔离观察期 病毒检测呈阴性的人员 已经开始陆续下船了 这其中包括部分中国乘客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 经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外交部驻香港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紧密协调 下船的中国乘客将乘坐特区政府的包机飞往香港 首架包机已经在今天凌晨3点45分 从东京雨田机场起飞 我们一块去看看 我们今次在这里日本的工作 是得到当地的中国大使馆 全力的协助 也得到香港的外交部驻港专业公署的全力的协助 和日本的外交部 和日本的厚生务动层 是做了很多的协调的工作 当地时间19号晚上9点多 中方工作人员来到现场与日方进行最后的协调工作 首批下船的中国乘客临近下船时 再次接受了身体健康状况的检查 确认无异常后最终获得了日方的下船许可 当地时间19号晚 在钻石公主号上首批确诊未感染的中国同胞有序下船 他们通过了最后的检查手续 统一乘坐大巴前往机场 随后乘坐包机返回中国香港 今天凌晨 这100多名中国乘客乘坐大巴抵达东京羽田机场 香港特区政府包机于当地时间4点45分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45分起飞 能够早一点回到自己 去住的地方还是好一点 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全部人员虽然已经进行了检测 但是结果还没有全部得出 而根据日方的规定 只有检测结果为阴性才可以获准下船 所以下船的时间有可能会从19号一直持续到21号 香港特区政府也表示 会根据需要继续派出包机接回香港局面 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派出了两架包机 第二架包机计划于今晚起飞 中方工作人员正在为后续中国乘客下船展开协调工作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 还未下船的20多名中国台湾同胞如果有需求 也可向使馆提出 我们也积极给台湾同胞提供相应的协助 只要他们有提出这样的需求 包括这次包机 虽然是说到香港 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提供 也欢迎他们去做这次包机 此外已经确诊感染的47名中国患者 目前正在日本的几所医院进行治疗 其中没有重症患者 终于回家了 是啊 到达香港以后 他们也是又进行了一次体温的测试 那如果有需要会转送到医院 如果没有问题呢 会送到检疫中心进行14天的隔离 好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说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实行第六版 在第五版诊疗方案的基础上 对传播途径 临床表现 治疗等多方面内容 进行了细化修改 诊断标准取消了湖北省和湖北省以外 其他省份的区别 统一分为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两类 说近日湖北发布 关于进一步关爱和激励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一线人员的若干措施 在方舱医院或一般定点医院工作的 一线医护人员 原则上连续工作时间不得长于一个月 在重症救治定点医院的医护人员 连续工作时间可适当缩短 在集中隔离点工作的一线医护人员 由其所在单位结合实际情况 协调落实轮休时间 说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桐二号月球车 又一次通过14天急低温考验 分别于2月18号6点57分和17号17点55分 结束月夜休眠 受光照成功自主唤醒 进入第15月周工作期 说德国西部城市哈脑 当地时间1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 多名枪手当晚袭击了市中心的两家水烟馆 造成至少8人死亡 5人受伤 警方出动大量警力 并动用直升机在案发现场附近展开搜捕 目前凶手仍在逃 说受东北冷窝和低压冷风共同影响 辽宁东部地区将再次出现强降雪天气 省西向台预计 今天夜间雨雪主要出现在辽西辽北地区 明天早晨 雨雪范围逐渐扩展到中东部及南部地区 抗击疫情辽宁在行动 从2月12号起 沈阳市的大型超市 生鲜超市等商业经营场所 都实行了实名登记制 顾客需要扫码进行实名登记之后 才可以进入卖场来购物 如今全市商业营业场所二维码贴纸 已经录取张贴到位 实时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的记者进行了探访 在沈阳市大润发超市和平店记者看到 今天购物前不仅要进行体温测量 而且每一位进场购物的市民 都需要使用手机扫描实名登记二维码 扫码完成后将自动导入市民的有效联系方式 实现了二维码当日发放 当日培训 当日就不处到位 确保了这项工作的高效推进 从2月12号以来 全市登记二维码的商业经营场所 已经达到了1680家 截止到2月18号 全部全市的扫描进场的人次 达到了146万人次 除了测量体温 实名扫码登记在卖场入口 购注起健康屏障 在卖场内部也增加了消毒次数 通过实施扫码实名登记 各个部门协同联动 有效遏制了疫情扩散 位于居民区的升迁超市 老年人占了消费群体相当大的比例 针对老年人使用手机不变的情况 由企业工作人员协助进行手写登记 老年人不会扫码 这个部分我们一个是要求 我们员工做实名登记 并且登记必须详细 一个姓名 一个家庭 其他人联系电话 再有一个居住小区 这希望一旦出现 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可追踪 记者赵顿 赵鸿宇报道 希望大伙都共同配合 做好卫生和口罩的工作 共同做到山河无恙 匹吉泰来 疫情之下 外出就餐不安全了 外卖取餐还有风险 这可憋坏了 长时间宅在家的吃货们 什么意思说我呢 其实我也一样 看来是都被憋坏了 我们可以下厨自己做 对啊 除了自己做 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确实为了保口腹之欲 大家都是一窝蜂的 挑战自己的极限 你没发现吗 最近朋友圈里什么最多 晒美食的最多 我觉得朋友圈都快成为 厨艺大赛了 对不对 那么李喵 问题来了 请问先放菜还是先放肉 请问适量盐是多少盐 请问生抽和老抽 你能分清楚吗 你看这些就是厨房小白的 真实写照了 没错 真是难为大伙了 看着视频里的博主 做好美食之后 觉得这个简单 我的眼睛说我会了 我的脑子说我懂了 但是手说 我还是不知道 应该怎么做呀 你说的怎么无比正确呢 这看和实际操作 它还是有差别 而且差别挺大的 对 因为网友们也都是这样的 晒成品的那是一部分 但是还有更多的 也愿意分享一下 自己做饭翻车的经历 对 相关话题也很快 冲上了微博热搜 是咱们来欣赏一大波 这广大网友的优秀操作 您瞧瞧这个 有这个锅啊 颠着颠着就把那个锅瓣给颠下来 还有专门来摧毁煤气灶的 对 你看都这样了 还有把那蛋糕呢 做成方向盘的 还有把草莓变成手雷的 嘿 这是网友出品的完美蛋糕 是蛋糕啊 要不说这做蛋糕 我还真以为把这锅呀 给锅瓣给烧断了 是不是都看教学视频 都学会了才下厨的吗 不是说好零失败吗 怎么翻车现场就这么惨烈呢 总之呢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个别网友做不到 都太有才了 其实呢 我最想看的还是杨叔下厨的作品 我比较有自知自明啊 我知道自己这个手啊 比脚还笨 叫我下厨充气量是煮个方便面 就面干锅了 新锅报废了 这些小小的失误 心疼你家锅几秒钟吧 实际电视机前看节目的各位啊 这段时间你一定也下厨了 成果怎么样呢 有空可以去我们聊时说天下的微博 去互动一下 分享一下你的那些厨房的趣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之后呢 我们的抖音去读 还会跟大伙分享一些 宅在家里的话题 先看 说截至目前 全国已有来自地方和部队的 三万余名医护人员 持员湖北武汉 包括呼吸 感染 心脏和肾脏等多个学科专业 武汉的重症专业医务人员 达1.1万名 接近全国重症医务人员资源 百分之十 说近日 每年大健康产业集团 向全体员工进行紧急动员 征召300名医护精锐 持员武汉 18号 每年大健康辽宁省公司 在近百人的报名者中 挑选了十位医护人员 从桃仙机场出发 飞往上海进行集训 今天 首批200名 每年医护精锐 将乘坐包机 前往武汉 支援 桥口 武昌 江汉 红山 汉阳 五个区的方舱医院 由此 他们也成为被纳入 国家统一救援计划的 民营专业医疗队之一 说 昨天 是2020年春运的最后一天 为期四十天的 2020年春运 落下帷幕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春运返程运输 启动以来 客流保持低位运行 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一项调查发现 大约75%澳民众 受到持续数月的山火影响 他们的财产 因山火遭受威胁 甚至损失 或者被建议撤离家园 调查还发现 澳政府对山火的应对 拉低了总理 斯科特莫里森的支持率 说近日进行的2020赛季 亚冠联赛一组的一场比赛中 凭借王子民在上半场的进球 北京中赫国安队 特场1比0 小胜泰国的青来联队 取得2020年第一场正式比赛的胜利 抗击疫情 辽宁在行动 说呢 就在最近这段防疫管控的日子里 除了有基层工作人员 没日没夜的努力之外 还有一个他们的好帮手 也是功不可没 那就是无人机 是啊 说到这个无人机呢 挤的作用是相当之大 比如那村郊野外 挺空旷的地儿 检查人员呢 顾及不到 那么就有人偷摸了 出溜出去透风去了 没错 我第一次看到这无人机大显功能 就是一位老奶奶出来溜弯了 而且呢 他还没有戴口罩 就硬是让无人机给劝回家去了 当时估计老奶奶都有点 懵吓一跳 呀 这啥玩意儿 还有在南京一篮球场 打篮球的一群半大小伙子们 激战正撼呢 也遭遇到了无人机的硬核喊话 这个时候 詹姆斯都不出来打球了 赶紧回家吧 说在最近 一群野外的钓鱼者也遇到了无人机的针针教导 在现场啊 让人一忍俊不尽 咱们一起来去听一下 疫情期间 请大家不要聚集钓鱼 小野鱼都在水里居家隔离了 请大家不要诱惑它 骗它们出门 如果不尽快收肝 就一直说到小鱼一个都钓不上来 一直喊 一直喊 小鱼不要上钩 钓不到 钓不到 今天一条也钓不到 钓不到 钓不到 一条都钓不到 这唐僧式的劝解方法呢 不知道钓鱼者听了是什么心情 反正围观的小伙伴们都是乐喷了 这还不算呢 说喊话的小姐姐还非常体贴 生怕这些钓鱼者呢 没去 没事干 还十分体贴的建议啊 你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呢 闭关修炼小野鱼们上钩的理论 或者在浴缸里边培养你们的钓鱼技巧 到春天了 称霸野堂 成为钓鱼一哥 吹着最冷的风 钓着最野的鱼 然后再想一想 为什么小野鱼不愿上你的钩呢 是你的窝撒的不好 还是你的鱼儿长得一点都不够漂亮呢 一听这话 我就觉得这喊话的小姐姐 至少是半个内行啊 学过相声 不是 你看说的都是行话 行话 就钓鱼这一行的话 说有网友呢 还非常敏锐地发现了 这个对着钓鱼者喊话的小姐姐呢 也是喊那些打篮球的小伙子们回家的人 一样的声音 一样的语气 又稳定 又温柔 咱们为这份人性化的执法方法去点一个赞 无人机的新科技很给力 说的一下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个最近的一个热点科技 去认识一下AI界的网红 波士顿动力机器狗Spot 这只机器狗呢 厉害了 最近人家都有新的工作岗位了 机器狗Spot将入职挪威的一家石油天气的开采公司 负责巡检工作 还破天荒地获得了工牌和工号 近日呢 挪威的这家石油公司的CEO向观众展示了新的员工 机器狗Spot 并表示呢这是公司第一位机器人员工 在这里边要告诉大家 机器狗Spot将在今年正式出海了 在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团进行巡逻 并完成故障排除 还有碳清化合物的泄露检测 收集设备数据和生成安全报告等任务 看看人家即将开始的工作 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科幻 我怎么感觉像在动画片里一样 我都有点羡慕了 他什么都能干 我该怎么办 没错 而这份工作呢还只是这个机器狗职场生涯的一个起点 咱们在这呢跟大伙详细介绍一下这只不同寻常的机器狗吧 这个Spot是Boston动力于2016年推出的四族机器人 它能够自主的行走 配有摄像图等传感设备 还可以装备机械臂进行抓取等精细的操作 在2018年呢Spot因为社交网站上的病毒式传播一跃成为了新近网红 而这次的正式上岗呢相比于在此前的炫技行为则是在实际用途方面交出了一份答卷 根据挪威这家公司此前发布的测试视频 Spot已经完成了在模拟油气环境当中的机动性能测试 可以适应多种极端的危险环境 还因具备小小灵活能够进入到狭小的复杂的空间 Spot内置的系统呢还可以控制腿部和平衡性 配备的障碍物检测摄像头呢可以用来识别栏杆和台阶 并自主上下楼梯 而前后还有侧面的摄像头呢能够保障Spot的导航自主行动和全方位移动 Spot呢除了出色的运动能力还配备了多种AI的算法 可以智能分析检测施工环境中的危险 比如根据视觉信息来检测仪表是否正常运行 通过声音来判断诊断机器设备的故障 根据了解呢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 公司将与工业AI软件服务商一起对Spot进行更加细致的运行测试 确保它在此后的工作当中良好的运行 在安全运行的同时呢也提高生产效率 这家公司的发言人还明确表示Spot不是获得员工编号的最后一个机器人 因为此类机器人不会累 而且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和数据收集能力 小狗汪汪队我们出发了 广告之后说点下继续回来 抗击疫情我们再行动 说点下明天见 明天见 你在为难的时候 心里不要害怕 你身边会有温暖的手 万一几走在南天下 你被逼我缠绕 是泪水别再塞边我 你要知道在你背后 站定时光